好像是一只螃蟹 看到我过来 它就躲到坑里了 哎呦 这个个头还不小哦 哟哟哟 哇 出来了 哟哟哟哟 你还挺吓人咯 大哥 一只大公蟹 这种青蟹在我们这边价钱挺好的 50块钱一斤咯 熟了 这边有个凉货 躲在这个坑里 哎呀 哎呀 还想钻到里面去 这应该是刚成年的龙虾 这边海域支援还挺好的 这边有货咯 是一条海曼龙 哦呦 给它打疼脑震荡去 在水里这家伙是特别凶残的 呦呦呦 看那个牙齿 我都怕它咬我 抓住头 呦呦 捏住这个头 捏住这个骨 这样它就咬不了了 吃到桶里去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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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 躲到礁石下面了 那个面包蟹 看 哎呦 夹得紧紧的 这个礁石要给它掰出来了 哎呀 看 还往那里跑 这种面包蟹挺肥的 前身盔甲 给它抬上来 哎呦 个头不错 它瘦了 那边有个漂亮楼 这种楼经常躲坑里 都会把那个尖屁股露在外面 呵呵 个头还不错 这么大一个水坑 要是有抽水鸡的话 把它抽干 里面肯定有很多货的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海盗凶 这种海盗蟹特别好吃的 背上像个三角形一样 甲壳也是很硬的 之前有抓到过 回家煮熟以后 敲了老半天才敲开 哦哦 竟然不把我放在盐里 看一下这匹皮虾 嘿嘿嘿 你想去哪里啊 哈哈 来来来来来来 皮皮虾有两个那个刀口的 谈到人很疼哦 还挺凶 看一下有货躲在里面 尾巴那里 啊 哇 这条大也慢 抓这种东西要抓头 这家伙还会收缩 有了 捏出他那个头 看他那个牙齿 立吧 有货了 这个应该是准备一起来吃早餐的 嘿嘿他想先下手为强 他以为我这个是食物哦 第一只收货 哦呀 这是想要上岸 欣赏阳光吗 哎呦 这家伙小是小了点 但是 好猛啊 这毛沙 超水退的好干啊 今天 特别好干海 继续出发 再接再厉咯 哦吼 有一只螃蟹这里 蟹兄 你这是要去接媳妇吗 但是你这种速度 等你到你媳妇家的时候 菜已经凉了 让你们看一下 熟悉的感觉 是蜘蛛螺了 这玩意儿经常 触摸在那个 珊瑚七役的 有条海茄子在这里的 胖乎乎乎的 还会喷水啊 这家伙 这家伙躲的还挺快的 转到里面去了 给它掏出来 哦吼 还要昨天晚上吃了点五花肉 这时候力气该派上用场了 你想跑吗 蟹兄 抓出来挺大的 看 这蛮头戏哦 撒乎乎乎的这种螃蟹 刚看到条鱼 应该是游到坑里了 在这 这家伙也怕太阳晒的 哈哈哈哈 躲出来了 再拿手捉吧 哎呀 不要挣扎 哎 哇 漂亮吧 十八尤 不错的 这边好多水坑啊 哦吼 珊瑚礁太好看了 连这些漂亮鱼 都被吸引过来 这下还能躲 有到石头里面 原来是这个长寿鱼 这种鱼的话真的是所有鱼类中 是我经过游泳最慢的 啊 压根就跑不掉 慢悠悠 这才再游它的 哈哈 这单观赏鱼应该还不错 哦吼 小个头的八爪鱼 它被搁浅在这个水坑里 你这还能出去吗 哦 这家伙 它想从这边游到那个 那个水里面去 然后游回大海 来的时候吼得出不气的吧 这小品种的八爪鱼 也是特别好吃的 岗海竟然也会抓到哦 这么漂亮的水坑 就只有一条海虾 平常碰到这种虾 它们都伞性特别厉害的 这一条应该是今天 刚被人家五个人追 交了伞了 有个椰子螺在下面 小阿平今天晚上 又有得吃了 它特别喜欢吃这种海螺 我们一般抓到的话 都会给小孩留着 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原来是一个墨鱼哦 已经领盒饭了 都没有生命迹象了 哇那么大一个 估计是上来捕食被螃蟹给 哎呃这个是活的哦 哎发现它嘴巴还在动动 特别的好看这种 哇 这估计可能是刚撬片子不久 那嘴巴刚刚还在动 不管了先给它收了 有一只螃蟹在吃那个珊瑚椒呢 哦不是 这个是喷水蟹 原来它是在这里喷水 上这里来喷啊不香吗 哎呀 给它浇点水 收了吧 这种螃蟹也是挺好吃的 在没货的情况下 基本上都是把它带回去 好多小小的跳跳鱼 好多小小的跳跳鱼 哎呀 哎呦 哎呦 哇这家伙 躲在海菜这里 差点就没发现它 一条猪脚红 我去 这家伙是吃饱撑着了吧 这么大的太阳你不累吗 嘿嘿 哎呦 有半斤的这一条 上来晒太阳了吧这兄弟 哦哦 花姑娘海螺 我看到它那个 螺屁股我就知道了 想躲 这种海螺也是特别昂贵的 一百百一斤哦 我们这种穷人啊吃不起的 抓到一个都是给小孩吃 这种海螺只有退潮才能够捉 满潮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个三四米深哦 你想捉都捉不了 看到没 有量货咯 哇超大的魔鬼 搁潜了就哎哟活着的 嘿这家伙 逮它尾巴看一下 给它拖到岸边 这种尾巴尾巴中间是有一根针的 毒性特别强 抓到要小心 给它来个特写 擦擦 收了 要挤到铜里去 在珊瑚礁这边很多这种 长毛怪海胆 这种海胆是有毒性的 不能够使用哦 有朋友去海滨感海 记住哦 也千万别拿手去触摸 扎到你的话 会麻痹你的神经细胞 这水坑的水有点浑 有个小家伙在这里讨生活呢 哇 海滴这么的硬你能吃的进去吗 中地啊 呵呵 看你还吃的嘎嘣脆 我去 这是一个大家伙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邀到民间 挺凶 晚上赶海针过眼 时不时来个惊喜 有个眼睛罗在这里 旁边还有个小螃蟹呢 溜达了 这个不错 这种罗吃完还可以留着那个罗壳当装饰品 挺好看的 有货咯 是一只兰花蟹 哇 发现兰花蟹还是真的好看哦 你看他那个颜色 好美的 五条鱼这里 小广仔 天生小个头的 捏住 拿回去油筋 那边有货咯 是一只红螃蟹 这家伙两个夹子特别有利的 一般的螃蟹都不敢招着他们 他们寄住在这些银石啊 上胡椒这边 他那两个夹子直接可以把那个 海蟹给拆开 一条八爪鱼 那没 赶海最好抓的就是这种海鲜了 挺漂亮的 碰到一条的话基本上都会抓到一条 他们游行比较慢 当然了 他要是躲到坑里的话你就抓不到他 今天潮水特别的干 赶海也是比较多海货的 潮水一直还在往下推 沿沿走过来就发现他们了 这两家伙伙是在约会的 哇这个个头也不错 这个更大 看他今天又抱同海参 漂亮的珊瑚椒 往往都有漂亮的海货 出来出来出来 第二集 哇一条猪肇虹 哎呦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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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鱼平时是挺温顺的 这一条可能是猛男吧 这里好多海木鹅 现在都没人吃了 这边有个海打 哇 这个头 不错 下面粘的这些东西 好大一个 爽啊 看一下这个暗洞 这个应该是大螃蟹的洞了 沿着这边找一下有什么海螺 嘿 这些半边螺 嘿 抓起来就喷水了 这半边螺我们都不爱吃 哎呦 这有个大货 是一个大海参 也可以叫它海茄子 这东西特别营养哦 哎呀哎呀哎呀 哇 粘在里面呢 好大一条啊 哇 看着这海参 熟了 哦哦 可爱的猪仔罗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 小阿平特别喜欢吃猪仔罗 看他这边 哇 这大美人鱼啊 这家伙是想从这边游出去吗 哇 麻烦了 等他站稳去 他直接就飞过来 哎呦 有了哈哈 自己游到岸边 看到一只螃蟹跑进去了 两只 这是一只红蟹 这个还有一只 青水蟹 哎呀 这家伙 哎呦 这吃都还不错 我一个一百多斤的人 被一只螃蟹给玩了 算了吧 这个应该是他的窝 我们去抓那一只红蟹 这个还抓不到的话 我就拿头来撞石头 哦哦 一条傻瓜鱼 这种晚上 像个虾子一样 都是乱油的 然后他们撞到那个石头啊 就这样靠在那个石头上 这家伙 啊 这我他还没靠 嘿嘿 开始靠了 教师对他们来说 是有安全感的 因为他们晚上看不到路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港海到此就结束吧 喜欢阿平的 帮忙点下关注哦 下期咱们一起港海哦 拜拜